54岁林姓单身妇女日前到高雄凤山一间银行要汇款30万元,被行员借过拖延,警方听闻收款人是她的真爱,结婚对象,美军驻守叙利亚的上校,毫不迟疑指出是诈骗,邻女半信半疑之间,竟还拜托试着相信警方一次,才大梦初醒,让警方协助删除那名为姓好友。 凤山警分局中校派出所所长林福兄表示,上周巡逻时,碰上邻女问路要劝母银行,稍后巡逻至该处,发现她被行员请置一旁椅子休息,行员暗示她运用西连汇款,远景心中就才到应是诈骗。 林福兄说,西连汇款能不用户头就及时汇款,汇出后获得一组账号密码,收款人只要依此向银行领取即可,此汇款是借多国支援,国内类似美军诈骗常用这方式要求汇款。 林女表示,一个多月前在脸书认识这名上校,两人另外互加微信,她为了和她聊天,也进一月没去上班,透过令知手机用软体一边翻译,整天英文谈情说爱,深信以结婚为前提交往。 这名军官称将返回美国,先把全部家当寄到台湾给她,需要她先资助生活,之后很快会到台湾来见面。 林女秀出交往谈话内容,但仅看仅是杨川的英文,I'm so happy。 我很高兴,不过账号还写love forever,和其余假美军诈骗案例过程很相符。 由于林女接货电话自称货运公司只有包裹,内心申请不移,上周向朋友借款凑足30万元,想赶紧汇款。 林福兄则以其他案例劝说,要她相信警方一次,暂时别会,先回家再问问朋友,上网看看。 林女之前也曾遭骗六合彩,最后接受警方说法,拿出手机拜托警方删除这人账号,但仅秒到还有四,五个账号以四次类诈骗。 但林女说先别删,警方到场劝阻林女错,记着林伯华反射,分享林女。 最后相信警方说起,记着林伯华反射,分享两人用阳春音律交谈,记着林伯华反射,分享林女和诈骗对象对话内容,记着林伯华反射,分享甲美军的微信账号,记着林伯华反射,分享甲美军传来照片,记着林伯华反射,分享林女运用西连汇款方式会30万元,记着林伯华反射,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